哇 掉落地 哇 神經病 這段命教剪腳重出江湖 師姐好厲害喔 有小朋友說這個公主是假的 搞我 Toto說用了你 先才可以拿到這個牌子 神經病 你是Rich到傻啊 說真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y仔 今天這條影片是reaction片 今天拍這條影片的日子是9月28日 日本就正式宣佈了 免簽證自由行 應該只有我一個Youtuber 還在香港拍這條影片 今次的reaction 會說一些我最近在香港看到的 一些很可笑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說到日本開放自由行 香港也實施了0加3 應該就不用有什麼 疫苗通行證 隔離什麼什麼 疫情過後大家會做什麼 即是瘋狂堂食 或者不戴口罩 諸如此類 機緣巧合下 Youtube就拍了一條影片 這條影片的標題 寫著3年疫情下學界重開後為證 究竟怎麼開球 那我們一起看看 他們兩個看到球證 扔高了球之後 完全沒有動 不動如山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看下去 那個隊友好笑 他小打球 小打球 對不起 再開個再開個 我還沒看到球證那麼囂 很囂張 跳完之後 別人不動 他直接說 大哥你有沒有打球 有沒有看過人打球 下面有留言說 不夠正中監 我看不到 這個鏡頭就倒閉一邊 最搞笑的 不是那兩個人不跳 最搞笑的 是球證和隊友的反應 我們看看旁邊男隊的隊友 首先右邊這個學生 15號仔 微微一笑 為什麼不跳 旁邊的6號仔 拍一拍 21號肩膀說不要緊 不要緊 旁邊的47號肥仔 真的有一點笑笑口 那兩個中鋒自己都忍不住笑 然後球證 我起初以為他笑得很囂張 說完笑之後 就會 不要緊再開個 走過開第二次球的時候 黑口黑門 疫情沒有打學 鑒就體諒一下 然後下一個 相信大家有看過 大埔MMA 我看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是廣告 要做什麼 在街上打架 我神經病 鏡頭一轉 看到白衣女生 就推開了黑衣的男生 糾纏一番 一下就抱起了白衣女生 動來動去 一腳跳起頭 旋轉 我突然會被跌到地下 哇 瘋了 這一下 奪命的剪刀重出江湖 娃姓仔 這個時候彈仔娃姓奪命移出 想怎樣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抱歉 拍片者不救 嘩嘩嘩 嘩嘩嘩嘩 嘩嘩嘩 把胳膝也疲到 嘩嘩 哇 另外一個版本 近一點 嘩 三下手刀 四下手刀 又對視 又有什麼啤 什麼啤 嘩 一眼 袋子這樣繞進去 男生的鏡頭再繞 嘩 男生避開了 嘩 一腳踢他的雞心 嘩 痛啊這一下 挺厲害的 然後有不少網民都說這個女生好帥 略嫌假了一點 說真的 平時人們在街上打架 通常都是那些 打你拳 打你拳 啊啊啊啊 真的很少會出技 我以為是看街霸 錯波拳 他現在這樣奪命 剪刀 瘋狂 演戲一樣做 真是假了一點 然後被發現原來是廣告 然後東張西望 去做interview 然後又說什麼 嚇死人在街上打架 很擾民 什麼什麼 很無聊 說真的 你看不見片外面五千多人在外面看 拿著手機拍 都沒想過調停的啦 要不要這麼認真啊 你就當真是看MMA啦 不過說真的 最出色的都是淡仔姐姐 如果這次是一個真正的打架場面 我相信淡仔姐姐馬上走不走 還走過來跟他攬頭攬頸 說不要打架啦 神經病 我想問究竟是跟米線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要銷售什麼情侶MMA套餐呀 拳腳米線呀 究竟是要銷售什麼 所以要在門口打架 我真的很想知道 說真的 如果推出這條影片的時候就知道了 最好啦 如果不知道的話 觀眾可以告訴我有沒有什麼內幕消息 看完兩條影片就看一些圖 最近譚嘉儀進去迪士尼扮貝儀公主 最初一次在Face尼扮貝儀公主也有討論過人為公主 這次在香港又討論貝儀公主 他進去是搞什麼呢 譚嘉儀進去原來是扮貝儀公主 穿了一件黃色的公主裙子在玩 拍照 我現在去IG看看 他自己都說真的很大膽 三十多歲的人還在扮公主 有小朋友說這個公主是假的 假的 然後網民瘋狂聲討他 說34歲還在扮什麼公主 先不討論這件事 外表上像不像 我們先不評論 我現在才知道有個條件說 16歲或以上的崩下不可以穿著裝扮服飾 我們有權拒絕他們進入樂園 或要求他們除去我們認為不恰當的裝束 代表著不可以穿得太像進去 他說什麼舉辦特別節目時 可能有額外的衣著指引 可能在Halloween的時候可以讓你繳扮 一直以來也有聽說過 迪士尼不想打破小朋友的童年幻想 公主是真的 米奇魯水是真的 諸如此類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那些Mascot 都不會馬上脫他的頭盔 或衣服 都是走進去才會脫 很驚豔 沒想到那些小朋友這麼誠實 就說是假的 太誠實了 但其實也挺欣賞他帶這套東西 進去迪士尼換 因為他前面有一張照片是穿蝙蝠 後面有一張照片是穿公主衣服 有點誇張 他進去廁所搞得很大的龍鳳 才可以換到這套衣服 老實說真的像他所說 拍攝可以去到多盡 就是可以去到這麼盡 動漫節去Cosplay已經覺得很麻煩 穿著去已經覺得麻煩 去到換更麻煩 值得欣賞 先給他一點掌聲 不過不建議 接下來這個是我最期待 最想跟大家分享 大家知不知道我是JRJ仔 J仔最近考到車牌 首先恭喜他 他的帖子就寫在考完車牌 沒開過車之下 Luppie很感動 考了11年 2019年終於考到車牌 經歷了15年 神經病 15年考過車牌 有很多人有很多 feedback 說15年才考到車牌 不要出來害人 有些人說15年是怎樣考 我們不討論這些 我們不討論他究竟是用了15年考 還是15年前考過一次 之後15年再補一次 我們不討論這些 這些時間性的我們不討論 但我有一個很想試的東西 等一等 這東西就是我當年考車的時候 筆記啊 那些單 那些諸如此類的東西 我今天就要計一下 J仔用了15年考車牌 到底用了多少錢 那些人經常說J仔很煤 窮啊 沒有錢啊 喂大哥 考了15年車 我就告訴大家 他一定不煤 極有錢 OK 本來下筆行 首先 我都不是一剃 所以就連補考 補報 補課 補課的錢 我也有了 OK 非常完整 首先 報一個考車的課程 我不算你出去報那些 出去報一定便宜很多 那我就用駕駛學員的價錢去計算 首先報一個課程 完整所有東西都包了 總共大約是12000-13000左右 那我這裡就輕輕地計算12000 他考了15年 我不知道他15年斷斷續續 我按照他15年來一直都有學有渣 15年 我加上排期半年 那就是一年考兩次 一年就需要兩次 那就是證明他一年是要給兩次的考試費 那就是1000元 一年是1000元 14年 總共14000 那加14000 那補課來說 看看你壞些什麼 那是壞路士還是壞泊車 咦 仆街 他也要計算運輸處路士 原來減14000 減14000 原來他包了 那我當他是壞路士 那壞路士來說 他加起來 總之是6000元齊頭 那一年考兩次 那6000元 一年就要用12000 12000就乘14000 那總共168000 那再加上一開始的12500 那總共18500才可以拿到這個牌 神經病 J仔 你是貴到傻 說真的 你用這個錢去考車 我絕對尊敬的 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遲些再檢查一下 我可能在call in 問J仔是不是真的 喂 你是不是真的15年不間斷不斷考 我也想知道 我挺好奇的 如果你用這筆錢 考車牌的話 你一定要開車 那些什麼工具炸彈 完全不需要聽他說 你用了18萬的考車 說真的你一定要駕駛夠本 不然你不駕駛到老 我覺得蝕到仆 說真的 駕駛 這次的reaction就到此為止 大家如果看到有什麼好笑的東西 想跟我分享的話 不妨去IG DM我 我經常在IG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好笑的東西 希望可以用拍片的形式 再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如果你覺得好笑的話 或者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Bye